大家好,我是老九,今天要给大家拍摄一个重磅的开箱视频了 我们从国内邮寄的又一单的货物终于到了 然后这次又是两大箱 然后跟之前一样,这次大概也是邮寄了一个月左右 但是这一次我们所寄的货物是跟之前几次都有一个重大不同的 就是这一次我们从国内购买的货物 基本上是以这个应用品为主 就是为我们接下来即将出生的宝宝做的一些准备 就是过去这几个月 我跟水盐一直都在准备各种这个应用而用品 包括从国内买呀,以及从这边买呀 然后还有就是从Facebook上面淘各种的二手的一些物品啊什么的 就是到现在基本上大概其实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然后国内的这两箱货物到了以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现在就来开箱看一下我们这次有从国内寄了什么 然后这次我买的一些这个保鲜膜灶 就是放在冰箱里的那个剩饭什么的用这个套量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重量 在国内买也很便宜 而且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我们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用这个东西 比保鲜膜要方便得多 然后这些这都是一些婴幼儿的用品了 这次水盐买了一件衣服应该是孕妇的吧 然后这是小孩的什么口水精啥的 这啥呀 这反正也都是一些生育用品 这是从国内买的小孩的衣服 大红色的 这都是小孩的衣服 这应该是 这是水盐的 哺乳的衣服 可能是 包括这些 这个水盐的衣服 然后这是买了一些婴儿用的一些纸巾什么的 这些这是婴儿用的浴巾 这是一次性存名内裤 这是大人的 这也是婴儿用的浴巾 这是给小孩买的一些玩具 应该是洗澡的玩具什么的 这也是小孩的玩偶 这是一个输税裤 这是用妇穿的 这是给小孩买的一些卡片 学习卡片 什么中英文双语的 这是小孩用的纸巾 这个叫什么绵柔巾 反正就小孩用的纸巾都分了好多类 我以前确实是不知道 我们这次也是跟着网上的清单 我以前就一点一点买的 哇 这是我买的钉书钉 这么多 这么重 这个花费有点高了 比想象中的要重 赚重量 这是我买了一幅世界地图 回头贴在墙上 然后把我们去过的国家都标记上 酥碎裤 这也是这么多啊 这是我买的一个真东西用的这么一个不锈钢的容器 它应该是带盖的 盖还没转到 这是一个接在气罐上面的一个烹火枪 这个我本来想都是买来出去户外露营烧烤的时候用 但是不到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出去露营烧烤 这是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这个在国内买的话 一百多两百多块吧 在这边买大概就得七八十刀五六十刀 反正还是国内买划算一些 这是婴儿的洗澡用的小玩具 这又是小孩用的纸巾 这个叫棉柔巾 还有什么云柔巾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都 名字我都记不住 这包子应该是我家里给寄过来的一些小孩的衣服 我妈都长了好多年了 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这是水盐生完以后的一个作育盆 这个在国内买也就二十来块钱 这是我买的一套 我那个车上用的空气滤清器跟空调滤清器 但是我买完之后 我们前段时间去保养 我才知道这个4S店是免费给换的 不像在国内得花钱 所以这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 用不上它我就把它卖二十卖掉 这是我家里给寄的另外一包衣服 或者是他们给做的一些东西 就我妈给做了一些小孩用的小褥子 小被子什么的 这次都一块寄过来了 这是几个团 这是我们给小孩买了一个折叠的游泳桶 这应该是那个支撑团 这是从国内买了一堆 这个小孩的衣 挂于小孩衣服的衣架 这是我买的那个车上用的更换的雨刮条 这感觉有点短呢 回头试一下看能不能行 小孩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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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钉书器 然后这个是国内买的一套这个奶瓶刷套装 刷奶瓶专用的 现在开始开第二箱了 看看第二箱里都有什么 这都是一个多月以前了 我都忘了我们具体买了啥了 然后这次我们两箱加起来也有大概四十公斤 然后这次花了一千两百块 这是我买了一个背带 就是抱小孩的时候 用它绑在身上就没那么累 比较省力 然后这是一套小孩的衣服 这是水盐买的衣服 这也是水盐的衣服 这是小孩的一套衣服 这也是优衣裤的 然后这又是小孩的纸巾 我们大概是买了一个月的量吧 就是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 他可能得用这些比较金贵的纸巾 过了一个月应该就好了 这应该是我家里给做的那些小被子啊 小褥子之类的东西 这是尿店 隔尿护理店 这都是从国内买的 小孩的衣服 小孩的衣服 带人的衣服 输税裤 这就是游泳桶了 它折叠的 它展开之后还是挺大的 小孩可以在里边玩 这是我买的一个垃圾桶 可以挂在厨房的门上 然后这里边就是一些小件 这应该是洗澡的小孩 然后婴儿棉签 这是那个增盒的盖子 它是三零纸不就钢 就这个 它可以直接这样盖上 然后放到锅里蒸东西很实用 我之前就买了几个 一直用着 但是那几个没有盖子 所以这次我推移又买了几个带盖子 买了一把水果刀 哇 这个刀这么的厚实 这么扎实 在国内才卖9块9 在这买个二手的 最少都得两三刀 很扎实 这把水果刀 这次买了两个隔热垫 这是吃饭的时候用的 家有个打气筒 这因为我们买的那个折叠的游泳筒 它是充气的 然后到时候就用这个把它打起来 然后用那几个桃一撑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尽情的玩水 这个是隔尿垫 隔尿垫 然后这应该是我妈给做的小被子之类的 最后就是 这是一个车上用的一个防晒网 就是前排用的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这次这两大箱的货物 主要就都是一些应用而用品 或者是小孩出生以后的一些用品 我俩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买的了 所以如果小孩出生以后 没有什么太多从国内购物的需求的话 我们应该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都不会从国内再买东西过来了 有什么短的缺的 应该就是从这边直接买了 所以下一次再拍这个 从国内购物的开箱视频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今天这个就到此为止 我们要赶紧整理一下 这些小孩的东西了 看看我们还有什么缺的 所以在出生前 想要尽快的再从这里赶紧买了